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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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来说还可以做到更多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大家可能常常有个疑问 心脏骤停是心脏病发作吗 它们是不一样的 当流向部分心肌的血流被阻塞时 就会出现心脏病发作 而当心脏发生异常节律而不能泵雪时 就会出现心脏骤停 当我们发现患者出现以下情形时 需要考虑心脏呼吸骤停 意识突然上失 出现昏迷 抽搐 紫肝或面色苍白 心跳停止或心动过缓 呼吸停止或呼吸困难 没有有效的气体交换 颈动脉和股动脉搏动消失 血压撤不出 瞳孔散大 心电图等定位线或死颤 心脏骤停发生后 开始复苏的时间是抢救成功的关键 一分钟内进行复苏 抢救成功率达90%以上 四分钟内进行复苏 成功率约60% 十分钟以上再进行复苏 成活的可能性极小 因此 在四分钟内尽快开始心肺复苏 将至关重要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白金一分钟 黄金四分钟 那什么是心肺复苏呢 它指的是针对心跳呼吸骤停的极为重症患者 所采取的抢救关键措施 它包括胸外按压形成暂时的人工循环 采用人工呼吸代替自主呼吸等抢救措施 涉及的原理目前认为主要有两个 第一是心梦激励 心脏是空腔瘴器 大致位于胸骨后 脊柱前 胸外按压可使心脏受到来自胸骨和脊柱之间的挤压 被动向外蹦血 当停止按压时 胸或依靠自身弹性回弹 心脏心腔自动回弹 外周血液回流到心脏 第二是胸蹦机制 正常人的胸腔是密闭负压的 在胸外按压过程中 胸腔压力发生变化 当胸腔纵隔内压力大于外界时 心脏的血流挤出心脏 当心脏所在纵隔压力降低到外一周时 血流被动回流到心脏 除了要尽快开始心肺复苏外 进行高质量的心肺复苏也至关重要 高质量的心肺复苏包括足够的按压深度 要求按压幅度至少为5厘米 但不超过6厘米 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 每次按压后使胸阔充分回弹 尽量减少胸外按压过程的中断 中断时间小于10秒 人工呼吸的通气量为400到600毫升 可以看到胸阔隆起就可以了 避免过度通气 尽快获取除颤仪或者AED 在实时心肺复苏过程中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务必首先确认现场环境是否安全 第二 不要忽视启动应急反应系统 拨打120求救的重要性 第三 按压约两分钟需要交换 或者感到疲劳时交换 第四 若人工呼吸条件不足或存在障碍 可实施徒手的CPR 接下来 我们通过几个临床常见情景 进一步学习心肺复苏 第一个情景 周先生 三四八岁 今天中午因为胸痛与妻子一起到社区医院就诊 突然倒地 目前只有你一个人在门诊 请你进行急救处理 对于这个患者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胸痛 我们暂时不需要查明 目前应该立即评估患者反应 呼吸脉搏等情况 按照心跳骤停进行抢救 按照CAB的顺序来进行 操作的顺序要点如下 首先判断现场环境是否安全 判断患者有无反应 如果没有反应 启动应急反应系统 呼叫其他医护人员过来帮忙及取来除灿仪或AED 接着同时判断脉搏呼吸情况 在5-10秒内完成 如果没有脉搏呼吸或仅有碳吸氧呼吸 开始CAB顺序的心肺复苏 并且每两分钟评估患者的反应脉搏呼吸等情况 我们来看第二个情景 胡女士 23岁 在泳池内溺水5分钟后被人发现救起 救起后呼之不应 口唇子干 视之觉冷 你是现场唯一的医护人员 请进行急救处理 这是一个溺水的患者 气道及呼吸尤为重要 因此采用的是ABC的顺序进行急救 操作的顺序要点如下 判断现场环境是否安全 判断患者有无反应 若无反应 拨打120 让旁人取来附近的AED 接着同时判断脉搏呼吸情况 在5-10秒内完成 如果没有脉搏呼吸或仅有碳吸氧呼吸 开放气道 先给予2-5次的人工呼吸之后 再开始胸外心脏按压 每两分钟评估患者的脉搏呼吸等情况 如果有AED到达现场 使用AED 持续进行心肺复苏 直到120救援人员到达现场 或者患者有活动 我们来看第三个情景 李先生54岁 在旅游大巴上吃荔枝 这时车辆急刹车 李先生被荔枝噎住了 随即不能发生表情痛苦 满脸通红 车上的乘客急满围观 希望能帮上忙 但都束手无策 你作为车上唯一掌握急救技术的人员 请进行急救处理 这是一个对上气道梗阻处理的病例 操作的顺序要点如下 判断行进过程的大巴是否安全 拨打120 确定距离最近的医院有多远 救援人员多久可以到达 如果患者还有意识 用海姆利克法解除梗阻 如果患者没有意识 按照CAB的顺序进行心肺复苏 并于每次人工呼吸前查看口腔 有没有可见的义务 如果有 把它清除 心肺复苏已经强调许多年了 但目前仍只有不到40%的成年人 接受过由非专业人员启动 而且仅有不足12%的成年人 在ENS到达之前 接受了自动体外除灿仪的急救 正如我们开篇视频说的 全民来急救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 在2020年 美国心脏协会制定的最新 美国心脏协会心肺复苏与心血管急救指南发布 也再次强调了非专业施救者 尽早启动CPR的重要性 在心跳骤停的流程图上 重点突出了早期肾上腺肾腎给药 要求在心脖停止或者PAA患者中尽快给予肾上腺素 当然除了我们熟知的胸外心脏按压 还有针对特定创商人群使用的腹部提压CPR 在2019床商信休克急救复苏创新技术 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中指出 采用腹部提压心肺复苏仪 对腹部进行提拉与按压 通过使隔肌上下移动 改变胸腹内压力 而建立有效的循环和呼吸支持 好了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